音乐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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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 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MusicBlitz的花影频道 音壶音乐房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L 大家好,大家也可以叫做Liot 那么今天呢,我将会在这里介绍这一把吉他 那么还没介绍之前 确计确计,一定要在下面 就是记得Like,Share,还有Subscribe 我们这个Video,好让我们介绍更多 这个美好的这个产品给你 好,那么今天我将会介绍的 是这一把Legend Guitar which is Gibson's Harbingwood 好,那么Harmingwood呢 它其实是在于Gibson 在1960年的时候 就是有这一个Harmingwood 的这个Design 特点是呢,它的这一个上面的这个Pick Guard 然后是Designed by 一个叫做Hartford Snyder的这一个人 然后过后呢,它的这一个Pick Guard 是它的这一个最有独特性 最有知名度 还有最有这一个口碑的 这一个Design for这把吉他 然后它也是被很多人认证的啊 给很多那种Artist使用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拿这一把 在手上的时候呢,基本上你就是很像 在握着一个历史这里的手上 然后它是有一个非常有价值性 然后非常有这一个 口碑性的这一个Guitar 所以可能你就是拿到面里面就会讲 你用的是这一把 Gibson's Harbingwood 那么这个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一个身形呢 是使用了这一个叫做 Square Shoulder Jetnode的这一个设计 可以不同于普通的 Jetnode是它这边呢,可能就会比较平一点 然后它的这一个身体的这个Skilling 也可能就会比以往的Jetnode小一点 所以我们玩的时候 会更加有这一个束缚感 过后呢,它的这一个Mood的方面呢 它都是全单的这个吉他 它上面呢,是使用了这一个单版的 Sigla Spruce Top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SundMood 然后后面呢,就是有使用这一个 Solid Back and Side的这个Mahogany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红 最特别的是呢,这一把吉他 它都是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 每一把都是手工制作 So,它的这一个里面的这些Brazing啊 就是它里面的那一个木的这些板头 全部都是有Scalop 就是有被缺割成一个特别的形状 So,它Resonance的时候 还有它的Sustain啊 它的这一个Line这些之类的 它的这个声音就会更加的突出 也会更加的特别 它们整个的这个吉他的这个长度呢 是在这个24.75寸 所以其实也不会很长 然后它的这个颈呢 它是使用了这个Rounder Neck 就是属于比较瘦的这一个颈 所以如果是讲我们玩一些Barcode啊 都会是非常舒服 然后也不会觉得很辛苦 因为有些人可能就会认为 这些吉他它们在美国制作 然后又是手工的 可能就是做给比较多那种 Western people 啊,回楼啊,这些东西 其实它是不会的 如果讲我们这种亚洲人来玩 它其实也是很容易上手 然后它的那个感觉也是很不一样 它的这一个Pickguard呢 现在给大家看看一下 这个Pickguard呢 就是有着这一个Harmingbird 所谓的蜂鸟的这一个设计 上面有了这一个蝴蝶花 还有它的这个蜂鸟这个图片 全部都是用手工制作上去的 然后也是非常有历史和价值性的一个Pickguard 还有这个Guitar啦 那么Inlay的上面这一个在颈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有这一个Inlay设计 它是使用了Gibson非常出名的 这个Mother of Perl Speed Paragram的这一个设计啦 所以可以看到它是有着这个Perl 然后是分割中间 也是一个只有Gibson才会独有的这一个设计啦 它的这个Finishing呢 是使用了这一个Gloss Nitro Cellular 特别之处呢是它的这个Gloss 其实也不像是我们看到 比较便宜那种吉他的那种 会很黏的那种 它其实是不会 也不会很容易看到这种手指纹 然后它的这一个Finishing 其实也更好的保护了这个Mood的 这一个耐用性 还有它的这一个Quality 然后它上面的这一个Nut 跟这个Saddle 都是使用了这个Bond 所以它整体玩出来的那个事情 也会比较Season一点 那么最特别的是呢 它的这一个Pickup 这个吉他呢 是使用了这一个Aerabix的VTC VTC就是有着这一个 所谓的Compressor的这个功能 所以可能我们在表演的时候 我们用着这个Pickup 也不需要开到太大的这个声量 它声音就会很好听 那么这个吉他的这个价位呢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特别 非常独有 也非常价值性的这个Guitar 那么价位大概是就于16000到17000之间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以下面的这个链接 去看看一下这把吉他的这个资料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联络下方的这个电话号码 那么现在最重要的 现在就是要给大家听听看 这把吉他的声音到底是怎么样 Check it out 好 这个位置 对 没有 对 看 这把吉他这个 那个 我们可以得到 做个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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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上就是这一把吉他的这一个介绍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都可以在下方的这个comment section 留言给我Stop 我们下次见 拜拜